正好赶上节假日 完了这个双球日的一块五一嘛 看看有什么促销活动 确实今天倒有活动 说不是那个换的话是什么成本费吧 公本费减一半嘛 五一之前就是我们的人流客流量 比那个降价之前的客流量 可以增加了五六倍 那么在五一这段期间 可以说比之前的高峰期 又增长了一倍左右 是什么我签的时间的每次166 168的 这两天的话好像它那个金价有小幅度的上涨 然后消费者就觉得可能这已经是超低的好时候了 我最多的时候 一天能消失48万多 还是供不应求 如果有货的话 还要超过这个数字来了 那不三千五斤 三顿也没得稳 就是生产职业了 没有办法 不应该 我肯定与你 那这里就是天然而言 所以你也不等了 我坐在哪里 就不是 就像比较 不公相 好像